我们要读书叫腊巴粥 写在这儿 香香甜甜腊巴粥 香香甜甜呢 就是在香香甜甜的腊巴粥 我叫燕儿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一个大山奥里 我们家就在村子的东头 别人家被叫做张家院 李家院 赵家院 只有我们家被叫做红柿大院 因为我家院里有棵高大的柿子树 这就是柿子 已是寒冬腊月了 我每天翻着日历 攀着腊巴粥的到来 按照习俗 每年腊月初八这一天 家中要熬腊巴粥 腊巴结的前一天清早 我就和奶奶坐在大狮子树下 准备熬粥的材料 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有大米 高粱米 扁豆 红豆 花生 玉米 小米 栗子 核桃 红枣 好不容易所有的东西都挑好了 也洗好了 腊巴结一早 我一睁眼就闻到了粥的香味 一咕噜爬起身 来到罩台旁 帮妈妈往罩洞里填柴 家中有用天然气的小罩 可是奶奶说 熬腊巴粥就得用大罩 大锅 这样熬出来的粥才会特别香 当腊巴粥开始在锅中 咕噜咕噜的唱歌时 满乌丝的香味把小狗都引来了 它馋的围着罩台转 快到中午时 腊巴粥终于熬好了 不过现在还不到喝粥的时候 奶奶先盛上粥 祭拜祖先和神灵 奶奶嘴里念念有词 我知道他是在请祖先和神灵保佑 来年风调雨顺 有更好的收成 祝愿我们全家平安康泰 特别是外出打工的爸爸 和读大学的叔叔 一切顺利 接下来就是我的任务了 我拎着 盛着腊巴粥的锅 给村里几位年龄大的爷爷和奶奶送去 中午的阳光把院子晒得暖融融的 我们一家坐在狮子树下喝着腊巴粥 连小狗和树丹的鸟儿 都分享着这丰年的成果和腊巴节的欢乐 还剩下一些粥 奶奶说这是留给爸爸和叔叔的 我知道快过年了 他们也要回来了 奶奶给我给了我小半碗粥 要我涂在院子里的 大师的树 传说中把腊巴粥涂在树上 来年树会长得更茂盛 结更多的 果子 过了腊巴节 山里开始 下水了 我和村里的小朋友们 迎着雪花在山坡上唱起快乐的歌谣 小孩小孩你别哭 过了腊巴就杀猪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巴就是 好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喜欢 这个 优优独播放 直播放 到